千仓大佐 你不要过高地估计了自己啊 更不要过低地估计那些处心积虑的杀手啊 呃追 上 与手与手 啊 受傷了 追 誰啊 若涵 扶我進去 若涵 出什麼事了 小蘭 我就是想在死之前 見你一面 我殺了沒死動 若涵 若涵 你醒醒 若涵 若涵出事了快救他 好 我們走 走 從你描述的症狀來看 若涵很可能中了病白毒素 我知道美濟官一直在研究這毒 這毒毒的毒性 是氫化物的流線類 人只要沾上一點點 就足以治病 若涵中的那顆子丹上面 肯定是沾上了這毒毒 他還有救嗎 不知道 但是我必須要救他 我在醫院見過那麼多病人 卻從沒見過這種 我也是到了美濟官才知道 好 夏蘭 現在我們去你醫院 你想辦法從藥房裡面 找到一些口服的蟹藥 還有注射的隨頭藥 大量的陽金黃織劑 這些藥 可以有效地緩解 這些毒素進入入汗的身體 趕緊進去給他用藥吧 那你呢 我得去一趟美濟官實驗室 那流皮配好的抗病麻毒素的血清 只有給他注射血清 才能徹底地救的命 危險嗎 再危險也得看 既然若涵拼了這條命 去刺殺美子都 我們必須要把他送給我們關裡 拉回來 小心點兒 沒事 回去吧 小心點兒 阿翔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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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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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杀手 刺杀梅斯敦 使用的是美国斯普林菲尔的M1903A4狙击步枪 非常地专业 那就是说是军统的人干的 根据我们的资料除了军统 上海有很多警察局都配备有这种专业的狙击步枪 那就查遍上海所有警察局武器的使用技能 学和已经连夜查过了 说起足界警戒的武器管理简直是个消化 武器的接触介入混乱不堪 是的 想要从武器使用记录上查找线索 那是不可能的 一定要找到新的线索 我们堂堂一个美机关 如果连这个都做不到 以后还怎么在大长海立宗 查 无论如何 要查出新的线索 是 监川 昨晚发生的事情 你有什么看法 刺客作案之后 首先要做的就是逃跑 所以我们应该双管齐驾 一方面 对上海的车站码头进行严查 另一方面 发动所有的安线 在上海寻找蛛丝马迹 很好 昨晚案发的时候 你在哪里 我 你不要多心 昨天晚上我派人找过你 说你不在家 警官长 实在是抱歉 昨天晚上 我跟一个女人在一起 女人 秦川现在也 春心荡漾了 男女之间总有一些麻烦事 得花时间去处理 嗯 是的 这样 等有时间把你的女人带来让我见见 我是你的老师 可以给你一些中肯的意见 我在感情上的事情很复杂 就怕给老师添麻烦 不麻烦 不麻烦 能够帮你得到幸福 也是我的幸运 去忙吧 是 你是说沈若涵唱了一出 侠氏赐王辽 我真没想到 这个家伙还真是条汉子 你先别高兴得太早 据说梅思彤还活着 他就是活着也只剩下一口气了 你给我打听一下他在哪个医院 受了那么重的伤 活着也是受累 我得帮他一程 行了 先回吧 注意安全 走了 剑葬他就是个废物 策范梅思彤废了我们多少心血 那是我们兄妹俩谍报生涯 最伟大 最辉煌的作品 我听说 大本营正在提醒天皇陛下降召嘉奖 可是现在的好 你什么都没有了 别让我笑话我们的 造成现在的后果 我也很难过 我们必须马上抓到凶手 要不然的话 我们的脸都丢尽了 查过了 没有任何线索 现在只剩下最后一招了 就是全程搜捕 对于王牌杀手 全程搜捕 就是打藏的行事 那怎么办 潜藏这个蠢人 一点有用的线索都找不到 哥哥 你不用着急 幸亏我留了一手 什么 怎么下 我在所有保护 没死东人的子弹上 都偷偷地涂伤 毕发毒素 这种毒素 一旦进入人的体内就会致命 少则三十六小时 长则七十二小时重担着 必死无疑 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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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一来 我就可以把它 不对 我刚才来的时候接到报告 说今天早上在实验室 丢了一管抗臂麻毒素的血清 早不脱晚不脱 偏偏昨天晚上去脱 那一定是救命的 是 枪是属于警察局的 和杀手又中了毒 将这两个线索一起查 就是这个案件的突破口 按这个思路查下去 一定会有眉目的 这个我马上吧 查查这两天 有没有警察探长告假 有没有假装生病的 你只想把那个嫌疑犯抓到 我建议 把全上海滩记录在侧的警察全都清除 挨个盘查搜身 看谁身上有伤 就这样 毕麻毒素和血清真集 那可是没机关最高的技 有人偷识也是 必是内贼 更要查 和杀肯上面准备这些 陪 kny 密枪 禁 quem 小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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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样了 哪里不舒服啊 没事 除了种在地方有点疼以外 都挺好的 小岚 我记得子弹是有毒的 为什么我还能活下来啊 这次算你命大了 我找到了一些抗毒素的血清 我欠你一条命 你干嘛 我要去趟秦察局 我刺杀梅思东的事情 整个上海滩都已经知道了 我要回去一趟 放心吧 没事 你自己小心一点 小岚 看来我拼命是值得的 来 进来 探长 出事了 出什么事了 梅思东遇刺了 梅思东遇刺 你们在这儿都哄哄的干什么 梅机关和寻补房 已谈好交易 今天下午所有在厕探长和寻补 都要去梅机关接受调查 去梅机关接受调查 在厕人员 为什么 据说刺客暗杀梅思东用的是 寻补房的狙击枪 我们所有人都成了嫌疑犯 明白了 你们先下去吧 是 你也来了 啊 那边跑啊 啊 平哥在这边的 哎 记得那个人吗 那个法作记得探长 他狗胆包天 竟敢拉我们的路 今天可是在梅机关 你要让他知道 挑战我们大日本人 帝国的下场 是 哎 出什么大事啊 听说了吗 听说什么呀 这日本人哪 要在我们中间查刺客呢 他们也不想想 我们是跟洋人混反制的 哪有这么大胆子 搞暗杀呢 可不是吗 我们哪有这个气象啊 我有这个气象 我上战长跟他们拼子刀的 别瞎说 也不看看这什么地方 你说这不狗拿耗子了吗 我们是警探抓小偷的 你说这部 族界法族界的小偷 不得了庆祝了吗 日本人嘛 小心眼儿 我听说 此刻重了一枪 他们现在 要挨一颗夜深 谁身上有新天的枪声 恐怕 就得受怀疑 这么说的话 我弟弟严重呢 嗯 老陈啊 这事不会是你干什么 哎哎 看什么你小子 幸亏我没上 要你的话我还真说不经了 老师您找我 秦川 你快进来 是 秦川 保仇的机会没有想到这么快就到了 看见那个人了吗 嗯 前几天他找过你的麻烦 看见了 感谢老师那天给我尊严 嗯 今天我就给你一个机会 去审当 有任何嫌疑马上逮捕 就算你取了他的性命 我也可以理解你 明白 怎么样 哎 让把衣服过来全身检查 啊 全身检查 全身检查 这么多安心 就这么多安心 是啊 是的 他就这么多安心 这些刚才是 去 我们 不要 我们 不要 我们 这是 沈探长 有什么事 跟我走吧 去哪 有什么话 你就说吧 你先坐下 站着说吧 前段时间你公然阻拦 梅机关的车队 难道忘了 这么大动干戈的 就为了这点破事啊 你想报复啊 是 你也太小看梅机关了 今天找你来 当然是有其他的事 明白了 你把大家都晾在外边 把我单独请进来 这是特殊待遇啊 没错 我们对你特别感兴趣 静川 我不明白你为什么 你为什么要当汉奸呢 你有老婆 你有孩子 你为什么要当汉奸呢 跟我认识的那个人 跟我认识的那个人 为什么他变成这样了 你不了解我的地方还很多 还有没有机会了解 就不好说了 你来 你个狗汉奸 今天就杀了我 当初拦我们车队的时候 你很威风嘛 问的怎么样了 正在问 把衣服脱了 继续图案 秦川 你真的不配做一个中国人 是就可以做人了吗 你干人事了吗 趁我不再勾引我的胃部机 秦川 放开他 继续检查 他的身上 没有枪杀 我不是这人的衣服 赶紧滚蛋 慢 把他带下去 投光了 从上到下 给我仔细拍照 天杀的小日本 秦川 你这个混蛋 混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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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热混蛋 混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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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探长 沈探长 你脸色怎么看着这么差呀 是不是有什么事啊 我等一会儿就把那个混蛋给你端上来啊 来点准准时 若涵 郑哥 听到枪声必须到位啊 老兄弟 这是你的车吗 是我的车 可这车牌是梅基关的牌子啊 你在上海待这么多年了 你应该明白 现在只有这样才能混口饭吃 混口饭吃 混口饭吃 混口饭吃你就不要脸了吗 混口饭吃你就不要罪言了吗 你知不知道你现在是罕奸呢 你就配做人了吗 你干这事了吗 这我不再勾引我的未婚妻 他到底是帮我的 还是害我的 难道他不是罕奸 到底是怎么回事 伤口怎么样了 好多了 本来都已经好了 怎么又受伤了 你问青春呢 你要理解他 也许他有难言之隐 我不理解 再难也不能给日本人当汉奸哪 你别用劲刚刚才报好伤口 夏兰 我这次真没有想到 我能从梅基关里活着出来 我更没有想到的是 我在梅基关的审讯室里 我看到了秦川 我先走了 夏兰 事情已经发生了 你不能睁着眼睛装瞎子吧 那如果装瞎子 能让我安心过日子的话 那不好吗 你能装我装不了啊 夏兰你好好想一想 你这样一个女人 秦川你爱过的男人 现在给日本人做狗 你能装吗 我跟他的关系 受不受得了是我的事 我只希望安安稳稳地 过日子行吗 你现在安稳不了啊 你拒绝我是不是因为他 我先走了 夏兰 我也不愿相信秦川是汉奸 可是我亲眼看到他 为梅基关做事 你告诉我 他是不是汉奸 若翰 你今天说那么多话 到底想证明什么 你心里面 到底希望他是汉奸 还是希望不是 愣着干什么呢 夏兰呢 他走了 好 来 儿子 来来来坐坐坐 妈跟你说个事啊 前几天 我去南市那边啊 跟苏阿姨见了一面 我见到她女儿了 人家那孩子啊 长得是又漂亮 人又贤惠 等你有空了 妈带你过去看看她 跟你说话呢 听见了没有啊 这孩子 来 买上 我跟你说一下秦科长 哪家姑娘要是娶了你 不是 不是起来你 是嫁给你 那真是有口福了 你这菜做得是太好事了 有什么口福 干咱们这行 一天都不知道死多少回 咱们要是像梅四东一样 也被人从后面开了一枪 都不知道尚太家医院去治 那话不能这么说 你都到这个级别了 就算是你中了枪 那姓爷还不得专门到日本 给你找医生过来治啊 算了吧 梅四东中枪以后 不照样留在上海医治吗 我还能轮到到日本去医治 不可能 不是 梅四东现在在上海吗 你不知道吗 开玩笑了 我这个级别 怎么可能知道这种事情啊 不知道挺好 知道越多 越危险 你觉得这个娟华医院怎么样 我之前打听过 这个娟华医院有个 叫刘天帆的医生 听说这个外科技术很不错 我跟你说 我跟他太熟了 你要是治小病找他 一点问题都没有 枪伤这种事你要是找他 那就等于宣布你提前死亡 是吗 真的 那哪家医院好啊 汇济医院 协和医院 慈济医院 到底上哪家医院好呢 我觉得这个事啊 怎么还真得想一想 万一有一天咱们也中枪了 小云 哥 我跟你说 你不作孽就得死啊 作孽啊 喂 江口小姐嘛 我是清川 小定在我这儿喝多了 要不 你过来接她一下吧 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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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 新科长 没事 别扶我 我能行 慢点 慢点 小云今天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一说到这个受了枪伤到哪家医院治疗最好 他就像受了刺激一样 不停地要酒喝 必须要喝 必须得喝 你过来干什么 慢点 慢点 小心抬经 我自己来 我能行 我能走 不过小云的担心也不是没有道理 我们可能也会像梅先生一样 被人抢击 穿胸而过 两清三动 这一天也不会太晚 迟早会到的 整个上海滩还有谁不恨我们呢 我告诉你这叫生命 咱们就开始 好了 我听说梅先生 要被送去日本治疗了 几日 这么严重的伤在上海是治不好的 在上海就找不到医术高明的医生吗 医生找过了 有的医术可以 但是上海的急救措施不行 医院不能保证这么严重的伤可以治好 医院是你们家开的 你怎么知道没有好医生 你怎么知道中国没有好医院 回去吧 喝多了 慢点 清哥 我跟你说 我跟你说咱们下次 谢谢 清哥 清哥长 他是 没事没事 你实话告诉我 你嘴巴里有一句真话没有 你跑着这干什么 嫌我没打够你 我希望你秦川告诉我一句实话 行不行啊 清哥长 要我叫人来吗 你别动 你谁啊 你怎么这么喝啊 我一会儿就打扶他走 没事 放心吧 流氓地皮有什么案啊 行不行 没事 慢点啊 没事 流氓 好了好了 我是法族界最年轻的探长 你胡说什么呀 赶紧滚蛋 滚蛋 你说我是地痞流氓 秦川 擦亮你的眼睛啊 看一看 我是你的兄弟 我叫沈若涵 没机关我去过了 我看见你在日本人的面前 摇威其怜的样子 你像狗一样 你忘了吗 你忘了你当年是怎么为国家效力 你忘了吗 我 还 川哥 你是我哥哥 也是我的恩人 你就这样对待你的哥哥 你的恩人 瓦工心思要抢我的女人 是不是 你放屁 我告诉你 我是安夏兰 我可以为他死 你没有 我不明白你为什么 你为什么要伤害他 我沈若涵对天发誓 我连下来一个指头我都没有碰过 你 一会儿 你可以侮辱我 但是你不能侮辱他的清白 你少在这给我发什么事 赶紧滚蛋 川哥 我求求你 你告诉我 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真话就是 我是你的恩人 你都对我这样 我要是你的仇人 可你早就死在你的面前了 金川 金川 你真好像没事 你能不能告诉我 川哥你能不能告诉我 你为什么要替日本人办事啊 军哥 赶紧滚蛋 你行啊 你行啊 什么事 这个人到底是谁啊 他就是一个疯子 别管了 你们赶紧回去吧 他的手回来注意 小心啊 九疯子就那撒破呀 小心点 小心点 你别在这儿胡闹了 赶紧滚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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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对得起下来吗 金川 你对得起下来吗 啊 金川 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呀 告诉我 你对得起下来吗 你怎么受伤的 看咱们这种工作的 整天住在危险当中 受着伤算什么 且尝便罢了 有什么事你说吧 梅思冬有害之后 梅机关把她送到了某家医院 但是具体那家医院无情绪 你们医院有什么动静吗 这段时间 你要密切关注一下这件事情 一定要发现 立刻通知我 如果发现的话 要我们动手吗 不用 一旦有了消息 我会马上通知军冬的人 梅思冬知道军冬的事情太多了 他一天不必除掉 军冬的人就一天不得安宁 现在国公合作 梅思冬也知道我们一些情况 留着他我们很危险 他可真是命大 中了两枪还没死 早晚会有人把这个血债讨回来 汉奸不可能平平安安的 怎么了 我这几天总是下作噩梦 我真的很害怕 沈若涵这几天一直在找我 我觉得他好像知道了什么 一旦他认定你是汉奸 他肯定不会对你手软的 若涵是个聪明人 他恨我当汉奸 但是又怀疑 他还是想弄清楚 希望我能给他一个明确的答案 但是我不能告诉他 他知道他越少 离我越远 就越安全 你一定要小心 为了你和阿灿 我会非常小心的 他们法仪 龙奸 你或者填 разр我的 那你和阿灿